台湾这个中华经济与金融协会的副会长 他发表了一个观点 他说虽然中国被视为世界工厂 但它的强项在于组装 即便是中国最强大的军用飞机 它的发动机也是依靠俄罗斯来提供的 实际上台湾已经注意到了 除了中国搞组装加工需要硬件以外 其实还需要软件 就是所谓的21世纪最重要的是人才 那么陆委会修订了两岸条例 准备严格控制关键技术人员前往大陆 大家应该知道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 来自西方国家的技术人员 可以说跟资本同样重要 那么有很多水土不服 因为文化和这个生长环境不同 所以许多人进入中国以后 手把手的交 还是有很多问题 那么培养中国的技术工人 熟练的流水线上的工人 那往往是香港和台湾 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香港更多的是带来了合同 因为进入中国的资本 对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 还是有一些担心的 他们把很多合同是摆在香港签署 而香港今天的法律地位荡然无存 今后这一类的资本 进入中国的管道将收窄 那么台湾呢 尤其是在大陆定居的人比较多 这些技术工人 这些忠诚管理干部 应该来说在中国大陆 受到了超国民待遇 实际上不一定要最贵的是吧 中国大陆最喜欢的 还是比较实用的 文化相近 语言相通 可以说是同文同种 听起来 耗费也不大 给他们一些超然的政治待遇 在生活上 不用力给他待遇 因为他自然而然的 就在市民中 形成了效仿 攀比的模样 可以说进入大陆的 这些技术人员 几十年来 一直活得很滋润 直到今天还有许多人 留在大陆 有的已经娶妻生子了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一种说法 叫台湾人 非常不喜欢中国人 但是非常爱中国 有些台湾人 说得更直白 他们不喜欢中国人 但他们喜欢人民币 所以你想杜绝这个 盗用台湾技术 危害 国家安全 这种现象就很难 禁止 可以说中国大陆 盗用台湾产业技术的案例 那应该是比比皆是 比盗用其他国家的 可能更快 更准 更狠 因为 有人愿意 大多数情况下 你在西方 收买一个西方人 需要漫长的过程 而你跟台湾的技术人员 在大陆的这些工作者 通常情况下 拿钱就可以搞定 所以我们看到了很多 人们认为 意识形态完全不一样 但他愿意 为大陆的半导体产业 或者其他产业 振兴发展 这个超近道走捷径 弯道超车 贡献自己的才华 和经历的人 相当多 有些来自美国 但他其实也是 中华民国公民 有些就来自台湾 其实更多的是来自台湾 那么我们看到 路易会说 这个 路易会通过的这项 这个修法草案 将报请行政院核准后 转往立法院审议 你看样子是完真的了 是吧 因为之前的一些政策 不太管事 完了以后呢 形成法案 可能有更多的制约力 其实大家都知道 包括这个 在台湾被抓获的 这个 共军的间谍 判的 都很宽泛 是吧 判个两三年 甚至缓刑 所以人们知道 想流转这一切 真的很难 现在意识到这个问题 其实已经很不错了 期待他在短期内有 逆转 我认为不太现实 因为 现在两岸的情况是 习胖说动手就动手 而你还在慢腾腾的 做的这些准备 实际上很不容易 因为美方在 全方向的 搜索战线 可以说 即便是印太司令部 也不愿意 面临 巨大的考验 在中国周边 发生的问题 我们即将看到的 多半还是代理人战争 但它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能不能延缓 习胖对台湾的觊觎呢 这个看起来好像 即便有效 也会很漫长 不一定能 起到数战数决的作用 只能说 陆委会现在开始修订 两岸关系条例 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 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这个真的很难说 因为 现在挣钱不容易 是吧 想挣最后一个铜板的人 到处都是 很多人并不知道 真正在中国 去挣最后一个铜板 挣这些钱的人 实际上相对台湾而言 都很安全 有一个中华民国的国籍 并不能保证你的安全 而有一个美国的 或者加拿大的呢 即便是交换战俘性质的 这种互动 也能把它带走 而大陆与台湾的关系 一旦进入热战 甚至有一个苗头 你的护照就不带管事了 所以今天的这种修例 不仅仅是严格控制 关键技术人员前往大陆 实际上也是对 中华民国公民的一种保障 我相信 忙着挣钱的人 可能来不及意识到这一点 他们不认为 这是一项对他们有利的措施 他们还在想办法 忙着变通 忙着去做 扫尾工作 把屁股擦干净 但实际上 今天有这一类的政策出台 是政府在保护自己的公民 保护他们免受 习胖未来政策的侵扰 严格意义上来说 今天还留在大陆的台湾人 其实已经不再有安全感了 即便他们还有舍弃不掉的东西 但是时间已经很有限了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